在东欧剧变前,保加利亚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,随着波兰挑起社会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先例,最终以苏联解体收场,1990年,保加利亚改为多党制市场经济,正式转型为资本主义国家。 有意思的是,保加利亚转型前1985年人口近900万,2018年的今天,保加利亚人口反而倒退仅有700万,人均GDP为了欧洲中低水平,将近8000美元。 保加利亚最先由中亚突厥三个部落建立,其中最为庞大的族群为瑟雷斯人,史上最著名的奴隶代表斯巴达克就是瑟雷斯人。 在此后的2000多年内,保加利亚经历了无数次被征服,独立的进程,先后被罗马、伯斯带战停,奥斯曼的帝国占领。 1877年,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令获胜,保加利亚被土耳其统治500年随之独立,但彼时的俄国却没有顶住英德与奥匈等西方中国的压力, 最终导致保加利亚被西方与俄国一分为三。 北部的保加利亚公国,南部的东鲁尼利亚和马其顿,形成了逐渐南接土耳其,东陵黑海的巴尔盖半岛国家。 由于多次被各大帝国占领,保加利亚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文化新俗。 既有罗马时代的印记,又有波斯与奥斯曼风情,属于欧洲较为特殊的文化群体。 在社会主义阶段,保加利亚曾全力巴掌工业和野精业,导致大量森林被集中砍伐,火电站以及各种无节制的污染排放,让保加利亚一度成为欧洲雾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 进入欧盟后,被强制拆除一系列高污染设施,被预为欧盟内牺牲GDP换取蓝天的最佳典范。 2012年被耶鲁大学环境绩效指数,评为最佳环境保护者。 其空气指数以及海水纯净度,一度超越克罗地亚的老牌巴尔盖半岛国家。 各大海岸县城市,也因此往受欧洲游客青烂。 短短几年时间,绿油业收入狂标志占总产值的23%,被称为欧洲最具发展潜力的度假地。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,保加利亚并不受其他欧洲国家重视。 加入欧盟初期更是饱受各种指责,从环境到工业水平,资本开放程度等等,几乎都一无是处。 所以,加入欧盟十年后的保加利亚,其供农业水平依旧非常落后。 除银海大城市外,多数乡镇甚至不如泰国、马来西亚的东南亚国家。 虽然保加利亚超过90%的族群都是保加利亚人,但多次被文化入侵的结局,却造成了保加利亚如今特殊类类文化。 连年时都被分为俄式、欧式以及伊斯兰等各种习惯。 平时生活中的媳妇更是令人忍却不禁,搅头表示同意,点头才代表拒绝,机会星期五和数字十三到令人发展的程度。 不仅星期五不愿与人接触,连酒店以及住宅区都不曾有过十三的数字,经常引发各种误会甚至产生矛盾。 保加利亚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不好客的国家,是因为国民在保加利亚语中就是不好客与拒绝的意思。 再加上平时用餐,以及招待友人,都会使用固定在墙壁上的简易折叠餐桌,主食多为简单的面包烤饼类食物,让很多游客都认为保加利亚人很难接触。 不喜与人交流的不好客国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浓衣